我們介紹一下WebDuno三大圓端平台 WebDuno 你不用軟體 因為在圓端上直接用 在圓端上直接用 目前呢 他有三大平台 第一個 前面這兩個都是免註冊的 前面這兩個都是免註冊 一個是他提供Blockery基本的層次積目 層次積目 Blockery是Google的 Google的 所以呢 各位知道現在小朋友 108克剛 本來的107現在變成108克剛 運算思維算是其中一項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所以現在小朋友也都在寫程式嘛 他怎麼寫 積目拉一拉 各位跟小朋友一樣 積目拉一拉就好 當然 如果你對JavaSuite 對網頁 是本來就有專研的 我們這些 拉出來 之後他就自動幫我們產生 跟網頁跟JavaSuite跟CSS 所以你就 假設你會網頁的相關的程式 你就可以用 網頁的 語法再自行延伸下去 等於說你要入門 也有比較簡單的 要進階的 你可以自行開發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有模擬器 所以如果你回家之後 你也覺得 我就現在 回家不能玩 對不對 又沒有買 沒關係 你可以過乾癮 用模擬的 模擬的也會動 也會動 所以也可以 那麼 您如果要用到WebDuno最完整的功能 你就要用到要註冊的這個 這個叫做 雲端平台 他的雲端平台 那這個裡面呢 就包括兩個 主要的功能 一個呢 他的積目在這邊會比較完整 就支援的那些 元件比較多 第二個 你可以做裝置的管理 為什麼要做裝置管理 因為 物聯網越來越盛行之後 各位 以後會慢慢發現 這個 科幻片的 情節就會產生 別人也可以到你家 對不對 有治安問題啊 真的啊 這很重要 所以在這邊 他會開始提供一些相關的 裝置管理 比如說裝置的認證 我可以用你不能用嗎 對不對 做一些安全的控管 當然現在還不是非常完整 但是慢慢 還逐漸加進來 那目前可以做的就是 你可以去認證你的 這些裝置 第二個 因為 這些東西 畢竟還是不斷在更新 所以以後 如果我們這個 開關板上 任體有新版本 你可以透過 雲端平台 直接 update就好 就不用說 我還要去什麼 自己 電腦打開 接進去 連到上面直接去更新就好了 他就幫你把任體更新完 所以這個是 三大平台 一個主要差別 那待會呢 我們先從模擬器開始 好不好 所以等一下呢 您從這邊 下面這邊 先離開 在這裡 您滑鼠點一下 這個地方 有沒有就跑出一個連結 跑出來了 你這個簡報 我現在在簡報的第24頁 您可以看到簡報的第24頁 有沒有找到 我們三大雲端平台 簡報第24頁 你現在就可以把這個模擬器把它打開 好 那您進來之後呢 這個 等一下我會介紹一下 好 這一段